好的,朋友们,我又来了 如期而至,天空已经一片雪红色 湿潮就要来了 这是我新建的基地 专门为上师们准备的200米高的跳楼基 楼底呢,就简单放置一些铁钉陷阱 上师们掉下来后,会进行二次伤害 再给上师们特别留了一条环形的路 很多朋友们在评论区留言说 不见楼梯不就行了 我告诉你,还真就不行 这个游戏的上师是有巡路机制 他会沿着你给他设计好的路线一直走 如果一旦没有路了,或者前面有障碍物的话 上师就会攻击离他最近的方块 拆你的地基,导致整个楼都要坍塌 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有在每一层的楼梯 放置陷阱之类的 还有个原因,主要是我那该死的强迫症 你看,光这一个刀片陷阱 中间割那一条电线就让我头皮发麻 如果我家的电路布置像这样的话 我会当场这网的 看懂我的用心良苦了没? 看懂了,我们就去看看二楼 二楼还是挺简单的 分四块区域 这边主要是生产区 用来加工烧制的 这边就是休息区了 你们老是在评论区说我没建厕所 来,这次我都配齐了 旁边就是我的空中花园了 楼顶呢就是我的逃跑路线 万一顶不住的话我就可以做82年的直升机逃跑 基本上是没有那个万一的 只是有备无患而已 好了,现在就等上师来帮我们检验大楼的质量 嗯?没反应?不会是刷到我的抖音不来了吧? 这下面漆红的一片像万丈深渊了 又不透光 我根本就看不到下面什么情况 他们不会在下面挠我地级吧 丢个燃烧瓶下去 探探军情 看到了就在下面 来了 顾客们上门了 毕竟这么高 上师们爬上了要一会儿时间 我们要有点耐心 你看一切都在我预想之中 上师们完全按照我的线路往上走 然后再掉下去 如果这个游戏上师有高空坠落伤害的话 那么这个建筑就是无敌般的存在 哇,越来越多了 赶死队也来了 上次就是被他自爆炸死的 撞得跟二师兄一样 跑得还飞快 来啊 上次在地下堡里你不是很嚣张吗 你嚣张啊 继续嚣张啊 看你这是能耐我何 我硬刚不行 那就只能自取了 消耗不过你们 先累死你们再说 我现在完全可以解放双手了 想打就打 除了突就跟胖爷能威胁到我 其他的都不在眼里 可惜这次胖爷没来 我怎么感觉越打越少 一百多天的思潮就这水准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不会是全堵在下面了吧 拆我地基去了 嗯哼 果不起 楼下堵车了 难怪上来的这么少 最下面那层我估计堵得更多 但是因为不透光 看不见下面到底什么情况 赶紧解决掉 不然砸堆了的话 围场马上会被他们推倒 我操 怎么会掉下去啊 吟了 我还没要 腿状不过 腿状不过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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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